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終於來到我長洲這個家的Room Tour 因為這裡是鄰居的地方,所以不要太大聲 現在這扇門後面會是我的房間 因為真的不是很大 我們現在進來了 HELLO 大家會看到一進門口就有個走廊的地方 都是屬於我們的 這裡這一部分,出發! 對,就是將來大家會看到我的拍片的地方 後面我應該會放些東西去做裝飾或背景 但我還沒想到是什麼 鏡頭一轉,現在這裡很暖 因為我們還在搬東西進來的階段 這裡是一個鞋櫃,是我們很辛苦的組裝出來的 上面可以坐下,還有一個櫃桶可以放些東西 後面的位置就是我之前在七仔買的一個鞋 是一個很漂亮的斑鼻 但被我頂草帽遮住了 然後還有一扇門就正式進入我們家裡 我剛才看到這個樣子,以為初拍在裡面 好了,這裡就是我們的家 其實真的不是很大的 因為是一間劏房 也沒有間隔了 一間房間過 原本我們這個家裡是什麼都沒有的 只有床架,還有冷氣機,還有熱水爐 所以全部都是我們買回來的 有九成的東西是淘寶 然後只剩一成的 可能是自己在家裡買 或者是在家裡拿回來的 你會看到這個長的位置 其實這兩塊白玻璃 就是之前打算拍片用的 但我們最後都沒有拍到那條片的 然後你會看到那裡放了一些 是用來拍片用的東西 就會有我的腳架 和一個小型的打光燈 這個打光燈很小 是我家裡的三分一左右 白色的那個就會是吸塵機 都是淘寶圖回來,超價的 190元左右 之後就會在這裡 有我的有趣之作 在淘寶圖回來一個 14cm很窄的櫃 剛剛好放在床架後面這個位置 因為你看到牆上的角落頭 就頂了床架 之後就會看到我們很溫慶的一張床 已經沒有位置了 因為我們有炸蝦先生,小白先生和魏Chopper先生 然後鏡頭一轉來到這裡 就有我們的衣櫃 這個 唉 是一個90元的衣櫃 本來打算在現在才購買二百多元的帆布櫃 但我覺得這個樣子好像漂亮 誰知是服 因為你看到那些葉子是超貼的 然後是吸不住的 然後呢 隔來這裡還有Chopper的一張床 這個牌子的床其實真的超好的 雖然它是淘寶貨,但都貴的 大約要二百多三百元的 但它的質地是超實正的一個質地 不怕會咬爛或是揉爛的 基本上用三年都可以的 所以Chopper從小到大都是睡這個牌子的床 床下面的位置都有些收納櫃的 這個也是一個我買得覺得非常之好 因為它是很窄 然後搭高它 就有兩個的櫃 可以放到 就可以分門別類做不同的category 而且下面是有盒子的 所以是非常之方便 旁邊這個地毯 大家不要看它好像很漂亮 其實我買錯了 原本以為是沙灘毯 但你看到它的質地是毛巾質地 完全不知道怎樣在沙灘裡用 因為會黏沙和濕 所以我們最後就隨便放在長洲這裡 用來做地毯 之後就到全身鏡 一定要有的 女生家 旁邊還有尿板 上面已經有一堵尿 可以給大家看 旁邊這裡是有垃圾桶的 都是淘寶那裡買的 裡面是可以分兩個垃圾袋 所以我們每次去放東西都可以分門別類食物 或者是用來做一些環保的分類都可以的 好了到這個地毯 我可以歸納成為這個梳妝桌和飯廳的地毯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張飯桌 上面是有一些在淘寶買的電飯煲 還有蒸籠 還有一些鴨仔 我的鴨仔呢 我們問這位先生的意見 你覺得我買得好不好 我還不知道有什麼 那些是筷子座來的 它明明很搭 你看 藍色是底 然後鴨仔在那裡游泳 我就介紹這裡 一個夢寐以求女生很喜歡的梳妝桌 其實我覺得好像有點貴 這個應該要400元 不算運費 上面是有超級多東西 這個是一個超美的 用來擺棉花棒的 是不是很有格調 然後呢 其實這個梳妝桌 就不是很多位可以放到東西 因為它這個櫃筒又很小 它裡面是超級窄的 還有這個櫃筒也是超級窄 是放不到很多東西的 所以我稍後應該會在梳妝桌的下面 放多一個櫃筒 專門用來放一些化妝品 護膚等的東西 因為我們這間屋 麻雀雖少 但是五臟俱全 這裡就有一個廚房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都真的沒什麼特別 這裡有一個位置可以用來放一些碗碟 然後上面這個是用來晾乾的碗 然後雪櫃是一個故事 你說吧 雪櫃啊 那本身呢 其實是一手留一個雪櫃給我們的 我們一開的時候 就已經發霉了 我們就立刻決定不是那新雪櫃 所以這個雪櫃呢 基本上是我們全屋最貴最貴的東西 然後雪櫃上面這個很可愛的拉鍊 是用來開啤酒用的 是不是很可愛呢 它是瓷石 再之後呢 這裡就是我負責大家認識的廚房 area 其實因為這裡料理台的範圍實在太小 所以我現在就放了這些廚房用品出來 但是到時候煮東西吃 可能會將不用的東西放回到櫃桶 你們就會看到有小米的熱水壺 小紅的一個多士爐 這個是送的 不用錢的 因為是買電飯煲送的 但是這個電磁爐呢 我也是有擔心 所以是在香港買的 然後後面這個調味鏡大家見過 這個濾水器呢 是四十幾元還是五十幾元 有很多芯 但是它很容易掉出來 不可以用太大的水 然後這個 是我之前在日本買回來的 超漂亮的 由這個柴犬的燭光板 看到這道門呢 就是我們的廁所了 這個廁所呢 原本是整個什麼都沒有的 廁所和洗澡的地方 是要一起去做 會整個廁所濕透的 所以我怎樣改造 就是把上面加了一條生縮筋 然後下面這裡做了一條軌 所以就可以把它變成乾濕分離了 還有呢 要隆重介紹這個給大家看 它是我男朋友說 我們全屋最智能的一件事 它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你洗手的時候 然後呢 只要放一隻手 它就會有泡泡的出現 好了 那今天呢 就和大家做了一個很簡短的room tour 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空間也還有剩的 如果我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一路買些櫃桶回來買 也有的 床下底應該就不少 對 床下底其實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然後之後 大約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對我們租屋 事前事後 究竟由零開始變成一個這樣的家 有什麼想問的話 都可以在這裡留言 或者是在IG那裡 直接訊息一下 如果真的有多問題的話 我們兩個是會拍一集 關於我們租屋的一些Q&A之類的 是的 那今集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去看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幾個新片假 逢星期六的 三點 還有星期日的 十二點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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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1 9 9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